全大陸最后一家的金钱豹高档餐厅 GG了 曾经最多最多有到26家 甚至有此一说29家 现在通通没有了 来告诉我们这一场饮食的革命 原产品 这个台商是在2003年登陆 他想说我要做餐饮 我就做最高档的 现在上海开设了金钱豹的自助餐 随后就来大陆各地开了很多的婚店 开了很多婚店的时候 你看当时大陆最豪气的一计划 走 金香我请你吃金钱豹 两个人吃一餐 大概一家三口 半个月的菜钱 这个代表什么 今天代表你是我最珍贵的客人 你才有资格到金钱豹 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好 当年2010年 我去北京的王胡锦 金钱豹的自助餐 吃了一餐 我的感受是这样 那个是王胡锦 可以说出金很昂贵 这个台湾之光 一进去那个场地 大概比台湾的自助餐 起码大两倍 你拿个盘子已经有种了 堆满了食物 走了一圈鱼 手好痠 肚子更饿了 什么都有 龙虾 鹅肝 尤其我觉得大陆的人 当时最爱吃的是 哈伦袋 最贵的冰淇淋 刚进大陆 所以大家吃到饱 结果我发现 人好多 后来朋友告诉我说 这个大陆吃得起 只有两种人 一些白领阶级收入高 另外公务员 他们用公款来吃 所以现在2013年 习近平打贪以后 为什么高档的餐厅 一一的溃报 跟这个有关系 那我更不懂了 你刚刚讲到了 来这边吃是代表一种 身份地位收入象征 现在大陆整个富起来了 他反而一间一间倒 倒光了 倒光了 你看这些画面 这个标语台在哪 诚信 守信 现在你看爆出金钱爆自助餐 基建了台币九千多万的债款 人家上的讨债 甚至睡在你这个餐厅 现在问题来 员工拿不到薪水 这个什么 厂商拿不到货款 有的消费者去储值卡 储值卡有会 储值了以后我还没有用完 现在怎么退位 所以形成很多的问题 然后公告 公式公告 大陆金钱爆至少连续 两年累积产赔了 台币17.6亿 曲忠仁善回头一瞥 你来看看 这个不过几年前 金币辉煌 说多高档就多高档 蔡总去的时候 大概是这个好过去 这个就是这个月 拍到的这个画面 所以你想到说 26家剩极一时 现在每一家都倒光光 我就说 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好 这个专家分析 第一个 过去那个时代 大家薪水都很低 所以偶尔西上一个金钱爆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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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富的感觉 我一定要爆赢 我去 真的 我们大概我们的习惯 我们观众一样 我们大概吃了一盘 然后再去下一盘 对 我在那个大陆看到是这样 每一个人桌上都好几盘 食物堆积如山 但是现在消费的族群是什么 80后90后 甚至00后 对不对 那以个人的需求为中心 我可以到五星级的饭店 然后我吃一克 可能早餐 我就觉得很好了 我何必要吃这样的一个自助餐 再过来你看 现在这个金钱爆 有自助餐的通病 为什么 你客人减少的时候 你库存多 你库存多的时候 你上菜不新鲜 很多的网友 大陆的网友讲说 这一两年 去金钱爆 吃的时候发现 生蚝 吃完以后 那个补菜的速度很慢 而且有些食品不新鲜 在外内部管理出现漏洞 怎么漏洞 他那个收盈眼 办理的那个储值卡 储值卡办理了以后 他去套现 套现他可以拿到10%到10%的这个价差 结果有人说 月薪才2400块人民币的收盈盐 LV的包包就买了好几个 所以等于中保师郎 也造成他管理的这个不善 内外交迫你看看 不知道整个这么大肥的腰气 在那加布袋 不过大家想说 曾经26家倒到没半家了 我们忍不住想回来这个创办人 原厂平 千万来告诉我们 那他不是急死了 今天我的大好江山 如今黯然退场 没有错 大家看到金钱爆炸 倒成一片的时候 有点想问说什么 这个创办人原厂平 他会不会亏损 亏了很多钱 赔了很多钱在里面呢 是啊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 我们给大家看 你看在2003年的时候 原厂平的时候进入的时候 怎么样呢 你看到就是说2010年的时候 他的数量已经来到了18家 而且营业额是多少 是9亿人民币 所以在高峰期赚钱的时候 他有赚到钱 然后他却在隔年2011年的时候 他就安全下庄脱手了 他怎么脱手呢 他把金钱爆用15亿人民币 折台币大概67亿左右 卖给一家欧洲私募的股权基金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2003 2011 这个时候是67亿 这41他赚了27亿 没错 他基本上都是赚钱的 然后到2015年的时候 这个私募基金 又把这个金钱爆 再脱手给另外一个现在的老板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 这个过程里面 基本上原厂平跟这私募基金 他们都安全下庄了 2011原厂平老早已经下庄 攒了这些钱回到台湾 后面更是演出一幕幕的大惊奇 所以你会发现原厂平 基本上是怎么样 是大风收的回来 所以他2011年的时候 他把这个金钱爆卖掉之后 他带了他上百亿的资金 就回到台湾来 然后在台中 打造这个港式的茶餐厅 大家就会想说 这原厂平是怎么样的人 其实原厂平自己很低调 很少接受媒体的访问 但是有一次 有媒体访问他的时候 他就有讲 其实他坦诚在30几岁之前 他做过很多的生意 但是都失败 也跌得很惨 我们看不到 我们只看到他的金钱爆 闪闪发光 没错 在那个闪闪发光背后 其实他有很多次失败经验 你知道他做过哪些生意吗 做什么呢 他开过咖啡馆没有成功 卖过鞋子也没有成功 然后他也做什么 你知道媒体的广告业务 他也做过 所以你会发现 他做过非常多的工作 然后让他一路跌跌撞撞 是在金钱爆这个里面 让他找到成功的方向 原厂平回到台湾来了之后 首先他有一个重心 是放在哪 放在餐饮事业上面 他有个保利金餐饮集团 专门经营餐厅的业务 在做餐厅的业务 他又跨足到了另一块 你一定很难想象的业务 是什么呢 是教育 他在办学 办了什么呢 办了威格中学 那这个威格中学也很有趣 他不是只有高中而已 他把高职也并进来 为什么把高职并进来呢 他要培养什么人才 他要培养餐饮人才 我们刚刚不是讲 他这边有经营餐厅 经营餐厅同时 我自己培养我好的人才 所以他放在威格中学这边 也要训练这所谓的餐饮人才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这个原厂平 回到台湾的经营模式是什么 走的就是餐饮业的经营 然后跟教育本业的经营 那在教育业这一块 他其实扎根的也很深 是什么呢 是他把这一块 让他的夫人来负责 特别是什么 他把这一块教育业务 也拉去跟中国那边 去做两边的合作 所以你听起来 不要再想到了 原厂平三个字 你就想到了 金光闪闪金钱爆 酒店大亨错了 去了一趟大陆 已经摇身边餐饮专家 餐饮专家进一步回到台湾 现在切入教育了 切入教育 要培养这餐饮的人才 而且这个餐饮的人才合作 我刚刚有讲到 他就是跟什么 跟中国方面 跟那边的学校 大家一起来交流 切磋 所以他把他现在的形象 已经加入这个教育家的形象